南部天氣熱 不少女生會穿的短褲短裙外出 但到人多地方 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女子在台南火車站 遇到偷拍狼 事件發生在台南火車站 5號下午4點多 當時被害人發現被偷拍時 直接上前要求對方刪除 並把手機垃圾桶清空 結果竟然發現 還有其他女生受害 但因為她趕車沒有報警 看著偷拍狼搭車北上離開 如果我確定她是偷拍 我可能會直接過去問她說 不好意思我可以看一下妳的手機嗎 或者說因為我覺得妳 可能是偷拍我 那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還是就是可以找警察 或者是旁邊的人協助 如果我確定她是真的在偷拍我的話 我會直接報警 那種不確定或暴力傾向那種 所以當然不可能正面跟她起衝突 所以可能先去找火車站的站長之類的 然後去跟她反映這種情況 然後可能請她報警這樣子 有些民眾遇到偷拍狼 勇敢一點的選擇主動上前制止 但也擔心如果不小心激怒對方 反而受到傷害可就不好了 因此報警不姑息偷拍狼才是上策 這回受害的女子 第一時間發現 對方手機螢幕畫面是自己 對著她的腰部 及下半身拍攝 讓她感到極度的不舒服 事發後鐵路警也加強車站巡邏 女子趕時間沒報警 但她還能在慌亂的當下 拍下了偷拍狼狽影 透露男子大約二三十歲 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有戴眼鏡 周等身材等等特徵 要提醒其他女性搭車時 要多加留意 TVBS新聞 甄莉林劉學 坦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